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广东来说 早茶是一个很古老的饮食文化了 早茶这方面呢 点心也是我们粤菜一个部分 在广东送的有个煎鱼饼 在这个煎鱼饼的基础上 我就自己做了这个虾饼 这个虾饼嘛 都是老少街鱼 大家都很喜欢 大四的菜 加长的味 我是成作香 我们用的是那个对虾 现在你在市场也容易买到吧 放了冰块进去 要冻了半个小时 去的壳比较容易 拿个牙签挑了沙线出来 因为有的虾它是黑色的 做起来到时候就不好看 去到那个沙线以后呢 我们拿一条干净白色的毛巾 缩干了水 有那个硬性 吃起来就很有弹性的 我们能保持出它的硬性 调这个味吧 就放盐 胡椒粉 生粉 一点点 因为我要保持住虾的鲜味 这才体现这个菜的营养价值 做一个团 我们练三次 让它更圆 更练性 盘子我们先摸一点油 做的时候就不会粘在一起了 不要放了太多油 放了太多油 下去皮很硬 我们在这个锅上面 不停地翻面 让它收约就均匀了 煎到它 金黄色筷子压一下 感觉硬的 弹性的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煎出来是 外脆里边有弹性 金黄色很漂亮 很有食欲的 你吃下去 有弹牙的感觉 很脆口的感觉 很有鲜味的感觉 这个虾饼 只要能吃海鲜的人 你吃上一次 一定会爱上它的 你吃点 我们下一个小时 我吃的 你吃的